第一集 肉身十重 当官有九品十八级 一品丞相 九品地方巡检 而我们修炼肉身却是分为十重 一重养生 二重炼力 三重招式 四重刚柔 五重神力 六重气息 大骊王朝的龙渊省第一大世家方家 的内府万象园之中 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 一群方家子弟就开始了早上的习武 晨练 这些子弟动作矫健 敏捷灵力 拳脚出四箭 落四风 显示出了雄浑的根基 不过这一手 一双眼睛在远处的黑暗假山群里 偷偷看着他们的各种动作 竟是在偷学武功 前一个月 我发现了一条下水道 居然可以直通内院假山群下面的淤泥中 要不是这样 我还不可能进入内院偷学武功 如果被发现是死路一条 但是我方寒总不可能做一辈子的奴才吧 方寒是方家的一名小奴 一个身份卑微的家丁 居然偷偷摸摸进入内府 偷学主人家里的武道真传 这种行为 可谓是胆大妄为 不怕死到了极点 方寒继续仔细观摩着 这些方家子弟的动作 任何神态动作都被他记在脑海中了 如果把肉身练到第十重神变境界 乌马不能分尸 当年 我方家的一位仙祖 被敌军抓住 以乌马分尸酷刑杀之 但是我方家祖先 一发全身力量 把五马拉到 飞奔而走 这就是肉身练到第十重神变的力量 方寒心中暗暗震惊啊 五马不能分尸 这人的力量该有多强大 肉身真能达到这种程度吗 他眼帘紧紧盯着 脸无敞出那个正在说话的紫袍中年人 这个紫袍中年人身高九尺 昂脏巍峨 好像一座山一样 虽然相隔很远 但是扑面而来的压迫 让方寒几乎想停止自己的呼吸 这就是方家的一位高手 举灵手方同 威名赫赫 明镇大江南北 是来教授方家弟子高深武功的 身穿紫色大袍的巨领手方同一出现 顿时 练武场中的所有方家子弟 都停止了各自动作 鼻挺地站直 听着他的驯话 方寒也竖起了耳朵 仔细地听着 不过你们别以为 肉身始终境界是极限 这才是开始 我们方家祖先 曾经得到过 羽化门仙人的传授 因此和别的家族不同 直到肉身境上面 还有神通秘境 只有脱去肉身的束缚 踏入神通秘境 你们才能真正地笑傲天下 未必王侯 为我方家光宗妖祖 肉身境 神通秘境 听着这些话 方寒感到了一扇 从未出现过的大门 在自己面前敞开 他每天早上 在这里头看武功 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番话 那距离手方通口中说的 十大境界 竟然清晰地 展开了一个个阶梯 就在这时 一个方家子弟问道 童叔 什么是神通秘境 所谓神通 就是打破 常人所认识的世界 距离手方通在说话之间 眼神中也流露出了 凝重的神色 做到不可能的事情 才叫做神通 不然什么叫做神通啊 打破你们常人 所认识的世界 这就是神通 自己提起自己来 这是踏入神通秘境的 第一个分水灵 除此之外 还有种种手段 喷涂水火 凌空虚度 操纵雷电 飞剑杀人 这都是神通秘境的手段 那童叔 您修炼到了 神通秘境没有啊 神通秘境非同小客 能踏入神通秘境的高人 都是精彩绝艳之辈 我现在 也只是修炼到了 肉身境第八重 神勇的地步 你们如果有人 能够修炼到 神通秘境 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 方家家主的位置 就是你的 而且我大骊皇朝 都会给你极高的爵位 来笼络你的 从肉身境 到神通秘境 比登天还难啊 你们若是在三年之内 能够修炼到 肉身境第五重神力的境界 开千金之功 奔腾如马 有一马之力 那就已经是我方家的喜事了 好了 这些传说中的东西 我今天说给你们 是给你们长一长见识 给你们辛苦修炼的信心 疯狂无限 富贵无限 现在开始修炼 松鹤万寿拳 这是我方家祖先 得自羽化门仙人传授的 上层炼体招式 你们要吃透其中的 意境和韵味 我也会 一一为你们讲解的 记住啊 一定要把肉身 修炼到极致 才能够踏入神通里境 因为我方家祖先曾说过 神通是大脑中产生的神秘力量 叫做法力 所谓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 只有肉身强大到极限 心脏能够给大脑输送 巨量的血液养分 法力才会产生 肉体不强大 任何神通都无从叹气 嵩和万寿拳 方寒强忍住心里的激动 偷看着 不到半个时辰 方寒偷听着聚领手方童的讲解 顿时把一个月偷学武功的经验 都融会贯通了 明白了锻炼肉身的道理 肉身修炼分为十个步骤 十重境界 一重境界养生 二重境界练力 三重境界招式 四重境界刚柔 五重境界神力 如果修炼到了神力的境界 那基本上就是另一号人物了 至于后面的气息 内壮 神勇通灵 神辩 五大境界 巨领手方通却没有细讲 方寒也不急 他这一个月 偷听揣摩 基本上知道了断体肉身 修炼的基本道理 可以自己开始修炼了 掌握了修炼的步骤 诀窍 无暗中努力苦练 总有一天 为一名惊人 脱离奴仆身份的 方寒知道 自己一个月冒险 偷学 总算是抓住了一丝 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正听得如痴如醉 方寒心中突然一惊 记起了一件事 糟了 我忘记了 今天早晨 十二小姐要骑马出去打猎 正要我养那匹千里血 想到这里 方寒再也没有心思投听了 悄悄地 从假山黑暗之中 爬进了下水道 出了那幅 万幸的是 没被人发现 这也是那聚灵手方同 并没有修炼到 肉身境地 九重通灵的境界 否则 对于任何目光 都有微妙的感应 方寒就根本无法 逃过他的耳目了 第二集 宁为乞丐 不为人奴 方寒在方家做奴仆 要干的事情就是养马 为方家的二小姐 幻养一匹鸣马 千里血 养马是个辛苦活 规矩很多 但今天早上 因为偷看内府练武 聚灵手方同的出现 解说肉身境 神通境奥秘 使得方寒万乎所以 把最重要的事情给耽搁了 他应该先把马喂了 然后拉到马场上溜达一圈 消化食物后 等着方家二小姐降临 果不其然 当方寒匆匆忙忙走到马场的时候 一下扔到地上 全身酸麻 那丫鬟踢了方寒一脚 贵好 回话 你就是方寒 全身雪白 神俊无比的千里雪之上 方家二小姐的声音传达下来 高高在上 小人就是方寒 方寒低下头去 忍痛回答 他知道 这方家二小姐叫做方清威 非常厉害 自己身为下人 若是显露出一点让他不满意的地方 恐怕下场堪忧啊 我的千里雪被你换养得不错 可见你是用心换养了的 不过今天早上 你失职了 我不管你有什么原因 身为奴才 一切得为主人着想 这是我方家的规矩 也是天底下做下人的规矩 这匹千里雪就是你的性命 你拼了性命 也要伺候好它 明白吗 小人明白了 小人以后一定拼着性命 也要被二小姐养好马 人在马在 人亡马亡 二小姐饶了小人今天的失职吗 方寒投入捣算 这个时候 他自然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在诚惶诚恐的叩头之中 方寒的眼神 悄悄落到方清威 踩着马灯的靴子上 方清威的靴子是纯白色的 上面镶嵌着美玉 精致而华丽 看着这只高高在上的靴子 方寒心想 总有一天 我也要让别人仰望靴子 伤他使鞭子 记住这次教训 是 旁边一个丫鬟立刻拿起了马鞭 狠狠抽在了方寒身上 钻心的痛啊 那丫鬟手劲极大 每一边鞭烧在空中飞舞 挡出了暴鸣来 几乎把他骨头架子都打散了 但是他忍住咬牙 冷汗淋漓 十鞭抽完 几乎是要瘫倒在地上了 谢二小姐 上边 方寒在被抽完之后 提起最后一口气说的 这是做家丁的规矩 要是不说这一句 那就是心中不服 挨的就不是鞭子了 好 马上到二小姐 方轻微满意地点点头 我做事 赏罚分明 你今天失职了 就要抽你鞭子 不过 这批千里血 你用心豢扬了 精力强悍 而且没有私自 苛扣马良的行为 我倒是要赏你 拿去吧 一块闪亮的银钉 从马上落下来 调到方寒面前 这块银钉上面 铸造着精美的火焰纹路 还有足音无良的字样 显然是大黎皇朝的官银 无良 相当于方寒一年的收入了 这可是一份不错的上赐了 方家的马 吃得比人还好 每天都有大量的鸡蛋 豆浆供应 有很多家庭 都暗中苛扣马良自己吃 但是方寒却并没有这样的行为 这赏赐 显得方寒卫明察秋后 记住 做下人 做错事了就乏 做好了就会赏 只要你忠心 一心为主 总会有你的好处 丢下赏伺候 方寒卫对身边的几个青年男女说 咱们走吧 不要错过了围猎的时辰 二小姐至家有方案 家大 人口多 治理这些奴才 当然得有规矩才行 方寒卫的声音很清朗 始终是冷艳高贵的强调 不过四个字 恩威并失 如何是恩如何是威 这其中的伙候 把握好就行了 几个青年男女和方行为 说话着紧 骑马怒卷如龙地离去 哎呀 方寒 你这次确实得了好处啊 虽然挨了十鞭子 但得了二小姐五两观银的赏赐 真是划算啊 是啊 十鞭子能换来五两银子 我也愿意 谁不愿意 傻子都愿意 方寒 这次发财了 请客请客 等方行为一干人等离去之后 马场中一些养马的马夫 都围了上来 看着方寒手里的银子 都现出了羡慕的神色来 哎 这次打鞭子上银子 下次 说不定就是杀了你 而后葬 看着这些人 方寒心中冷冷一笑 请客是肯定的呀 不过我现在全身伤痛 等伤人好了以后 一定请你们吃饭啊 哎呀 我这一身 他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来 两孔都扭曲在一起 一瘸一拐地脱离这些人的纠缠 如果我连成了巨灵手 方同口中的神通秘境 不知道二小姐会不会先打鞭子 再给甜豆吃 会不会位置掉过来 我拿鞭子抽着二小姐 再赏她银子 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屋后 身上的鞭痕疼痛减轻了一些 拿着手中的无量银子 知道这是至家的惯用手段 第一表明自己赏罚分明 第二表明自己明察秋毫 告诫其他的奴仆 第三打了又赏 可以使下人不至于产生怨气 更加忠心为主 不过方寒从小就厌倦 这种与人为奴的生活 这是他父亲 暗暗教导给他的 因为乞丐不非人奴 第三集 神通 黑夜 龙渊河滔滔不绝 波澜壮阔 远远看去 就好像是一条巨大的黑龙 此时就在离龙渊省百里之外的上流 一片沙滩上 一个身穿暗金色衣服 身材十分高大魁梧的中年人 不停地奔跑着 跳跃着 比起最快的猎豹 还要快上三分 就在这暗金色衣服的中年人奔跑之际 突然前面的河边上 一下子燃烧起了火把 人影闪动 最后无数的禁弩破空的声音呼啸传来 飞鹤连弩 中年人面对剑 眉头微微一皱 身体向下一扶 就好像一张纸似的贴在沙滩上 竟然一下子就躲过了弩剑的连射 白海禅 你跑不了的 把九俏金丹 交服黄泉图交出来吧 投入我方家 不但死罪可拧 还可以享受富贵荣华 以你肉身修炼到十重神殿之境界 我方家绝对奉你为上币 火把通灵 数百人一下子包围住了 这个叫做白海禅的中年人 哼 发现 包围自己的数百武士 个个都是力量饱满 手拿连弩 连弩上面 还雕刻了一只乳白色神郡的鲜鹤 这种连弩 是龙渊省方家得资 羽化门的真传兵器 不错 正是我 想不到白海禅先生 居然能够认得出我来 以哥哥方泽涛乃是龙渊总督 封江大吏 方是一门 身受大骊皇帝的宠信 我来到方家地面 怎么能不熟悉一下人物呢 不过你们居然知道 我身上有九俏金丹和交服黄泉图 看来是得自羽化门的消息了 白海禅虽然被包围了 但却丝毫不在乎 侃侃而谈 我方家祖先乃是羽化门弟子 这次啊 在这里等候白海禅先生 正是羽化门的飞鹤传书 方泽山身体一动 脚步踏前 骨节之中微微颤抖 你白海禅 在黄泉山古墓之中 找到交服黄泉图 九俏金丹的事情 别人不知道 但是羽化门 却是知道得清清楚楚 九俏金丹 是可以帮助人 亏得神通秘境的丹药 而交服黄泉图 蕴藏着一个天大的宝藏秘密 你们方家都想要 莫非 是图谋不轨 住口 交服黄泉图 我方家自然是献给皇上 而九俏金丹 则可以让我方家成就一位 神通秘境的高手 大大增强我家族在朝廷的地位 看来白海禅 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两样东西了 那我只好 在你的尸体上去取了 哼 那你就来试试 白海禅眼神中突然金光爆射 哼 她的身体一冲 身体似龙形 竟直接到了方泽山的面前 方泽山只感觉四周围的空气 被硬生生挤压了出去 似乎形成一个短暂时间的真空 随后一尊巨拳 不停在自己眼中扩大 要把自己的头颅一下轰爆 一拳之尾猛烈如斯 贺武长空 生死关头 方泽山终于显出了他过人的实力 背部两块大击一撑 好像仙鹤展翅一本 随着拳风而动 闪躲了出去 好 松鹤万寿拳 你修炼到了肉身九重通灵的境界 不过仍然不是我对手 喊你哥哥方泽涛来吧 白海禅说话之间 身体并没有停留 而是冲入了人群之中 他鬼魅一般的身体 在人群中如游龙入海 将周围的方家武士们撞得飞起 当场武脏破裂 就好像被千金马车撞击过的一般 肉身修炼到十重神变的境界 力量雄魂筋骨强悍 瞬息之间 数百人的包围 就被白海禅瞬间冲破 方泽山 你竟敢拦我 暂且记下你的头颅 日后再来取你性命 白海禅 借来之 则安之 为什么要接着走呢 谁 一个如烟云一般飘渺的声音响彻下来 白海禅停留住身体 一动不动 如山石草木 精神凝练成一团 感应着四周 随后 一个白衣女子 肌肤凝脂 玉骨兵姬 从河边的月亮之下 冉冉走来 好像月宫中出来的仙子 这个白衣女子一出现 那些护卫肃穆而立 大小姐 清雪 你怎么回来了 这个白衣女子 乃是方家大小姐 方清雪 二叔 我刚从羽化门回来 这里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交给你好大的口气 白海禅看着方清雪 突然把手一扬 一道乌光直射方清雪 这是白海禅杀手剪的暗器 乌煞轮 一枚巴掌大小的飞轮 乌刚打造 以神变的五马之力 三百步之内 乌光一闪 任何高手都得立刻被冻穿 这一招 是白海禅必杀的一招 他自信 就算和他同样级别的神变高手 也是难逃一死 但就在这时 异常的变化发生了 那乌煞轮打到方清雪周身三尺 却突然一下停落 就好像方清雪的身体周围 扭一圈无形的力量 把万物都冻结住 一片密密麻麻的电网油丝 再次出现在方清雪的四周 电流抽搭在乌刚打造的乌煞轮上 那乌煞轮居然好像蜡烛一般融化 掉在了沙滩上 肉身周围 居然有电网密布 融金化铁 神通秘境 你踏入了神通秘境 小小年纪居然修炼到这样的境界 情世之才 方家要称雄天下 天下先到门派的羽化门 又出了一名天才 白海禅瞳孔一缩 掉头狂奔 肉身修炼到了极点 大脑就会逐渐地开发出潜能 经过特殊的修炼方法 这种潜能 就会变成一种神秘的法力 拥有神秘的法力 就能够操纵雷霆火焰 肉身凌空欲剑杀人 等种种常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这就是神通秘境 神通秘境 一步踏入 就是天人阻隔 白海禅虽然把肉身修炼到了极限的神变境界 但是要再一步突破 踏入神通秘境 那是比登天还难 对付这种踏入神通秘境的高手 白海禅只能逃跑 紫电阴雷道 看着白海禅已经快要逃出自己的视线了 方清雪一声低银长银 手指凌空一条 一团拳头大小的紫电雷光 化为六道刀芒 猛地轰出去 白海禅整个身体都被击中 顿时传出了焦糊的味道 那件能够抵挡刀剑的金黄宝衣 也被强烈的电流撕裂 他狂奔跳进了滚滚的龙渊河里 生机被灭 讨有何用 方清雪一步踏出 走到河面之上 他单手一抓 一团强大的吸力从他手掌中发出 滚滚奔腾的河水竟被吸上天空 形成一条粗大的水柱桶子 那白海禅的身体居然被卷在水柱之中 交服黄泉图 方清雪看着白海禅的身体 手指一挑 一张古卷图画 还有一尊巴掌大小的金铁盒子 就被他法力引动 眼看这两件矿石 其真就要落到方清雪的手中 情况突然发生变化 接触到了法力的滋润 那张古卷图画突然震动起来 刷了一下 展开了 这幅图画的背景一片漆黑 就像九游黄泉一般 其中隐约有一条蛟龙折服着 死睡非睡 死醒非醒 这蛟龙睁开了眼睛 一下卷起白海禅 竟然钻入河水之中 瞬息之间就不见了踪影 方清雪游看向河里 若有所思 原来这交浮黄泉图不能沾染法力 得了我的法力驱动 就觉醒出一丝力量来 不愧是一件蕴含着极大神秘的上古其真呢 清雪 你居然修炼到了神通秘境 方家百年来 终于出了一位神通秘境的强者了 方泽山激动万分 虽然跑了白海禅 但是在她的心中仍然是狂喜 二叔 派人布置下去 沿途搜索 在我龙渊省境内 龙渊河上游下游都要搜索 白海禅中了我的紫电阴雷刀 生计已经断绝 活不了多长时间的 那交浮黄泉图也不过是吸收了我一点法力 引动出其中蕴含的大阵而已 没有什么大碍 找到这图 我要回去献给羽化仙门掌将 我先回去了 献一见父亲 说话之间 这位修炼到神通秘境的女子 踏空而去 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传令下去 各个县 各个府的官员 都要动用人手 搜索全境 清晨 方寒干完活之后 悄悄躲到城外龙渊河边的芦苇丛里 按照偷寻来的锻炼力量的法门 锻炼自己的力量 哗哗 就在这时 在河边的芦苇丛中传来了水响 好像一条大鱼搁浅 水声不断地拍打着岸边 这怎么回事啊 方寒强忍着全身的酸痛 爬了起来 走了过去 就看见 芦苇丛中漩涡水流中 居然漂浮着一个人 穿着暗金色的衣服 第四集 神通秘境 方寒被方家二小姐方清威鞭打 又赏银子之后 方寒越发苦练起来 原来这些天来 他偷学武功 偷偷锻炼 虽然小有成效 但远远不能和那些 方家子弟相比 毕竟 养生的基础相差太大了 这样下去 他不可能把肉身 锻炼到神力的境界的 还是不行啊 这些天 虽然用了无量银子 改善了生活 但是和那些方家 核心弟子 根本不能比 他们每天都是燕窝 露绒人参乌鸡的吃 而我那无量银子 只能偶尔吃上几回肉 根本不可能进行 每天那种剧力锻炼 人身为奴 读书已经无法出人头地了 武功更是没办法修炼 难道我一辈子 就是个下人 奴仆 永远没有出头之吗 就在这时 在河边芦苇丛里 传来了水声 方寒走过去 就看见芦苇丛中 漩涡水流中 居然漂浮了一个 身穿暗金色衣服的人 有人溺水了 方寒连忙跳进水里 把那人给救了上来 没气啊 这是一具浮尸啊 把人给救上来 方寒心脏猛地缩紧 眼前的场景 有些令人惊骇 这个人已经彻底地死了 全身被水泡得浮肃 身体之上一条长长的伤痕 翻转过来 伤口居然焦糊 这个人被雷劈过吗 方寒看见这个伤口 想起了乡下一些 遭遇到雷击的人 也是焦糊发臭 这具死尸穿着倒是十分华丽 一身暗金色的衣服 水在上面 不沾染半点 而且摸在手里 十分柔软滑顺 方寒在方家做家奴 也见过不少世面 但像这样的布料 却从来没见识过 怎么办 是报官还是怎么的 一条人命 非同小可 方寒正准备 丢下尸体去报官 但是转念一想 却又迟疑了 这人身穿的衣服 是个大人物 怎么会死在这 要是和他牵连上了 报官之后追查下来 只怕麻烦缠身 还不如把他埋葬了 入土为安吧 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拖一事不如少一事 心中想定 方寒拖着尸体 准备找个地方埋了 光 就在这时 尸体怀里一个 四金非金四铁非铁的盒子 掉出来 盒子巴掌大小 似乎是个厌态 非常重 与此同时 掉落下来的 还有一幅古卷图画 方寒捡起了一个金铁盒子 又展开那幅古卷图画 发现上面的背景 是一片漆黑的 漆黑之中 隐隐约约折伏着一条蛟龙影子 好像这并不是一幅画 而是一扇窗户 一扇可以通向未知空间的窗户 这幅图是个宝物啊 水都浸泡不烂 寻常的纸早就烂了 方寒虽然不认识此话 但按照常理来说 也能判断出这是个宝物啊 随后 他又把金铁盒子拿在手里仔细观看 盒子被一枚小小的金锁锁着 好奇心使得捡起河边的石头 用力一敲 看 那金锁竟被敲断 这可是真金的 一两金子十两观影 这枚金锁也足足有四五两呢 不过这死人之物 取还是不取 常言道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呸 我不过是个家奴而已 什么君子不君子 什么样的身份 做什么样的事 书里面不是有句话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收了 方寒抓住金子 就往怀里赛 收了金子以后 咔嚓 打开了盒子 盒子一打开 里面的东西显露出来 一枚拇指大小的 乌金色的丹药 奇怪 这丹药上还有九个孔 九孔之中 微微散发出了药香 方寒一闻就感觉 神清气爽 全身清零 浑身的疲惫 一扫而空了 尤其神奇的是 那九个窍 就好像人的酒窍一般 里面蕴含着气流 不停地微微吞吐 呼吸着 好像蕴含着一股 奇特的生命力 这枚丹药 比起方家最好的 灵芝丸雪参丸来 都要奇妙千百倍啊 方寒看过那些 方家子弟修炼武功的时候 偶尔吞赴养生的药丸 那些都是千锤百炼的 精致之物 但是比起眼前这枚 有酒窍的丹丸 简直不能比拟 天壤云霓 我已经那些方家弟子说过 传闻中 有些灵丹妙药 可以疏通筋骨调理内脏 清理淤血 虎落神经 吞浮一粒 可以省去多年锻炼肉身的苦 弥补自身元气的不足 莫非这枚金丹 就是这等药物 我闻了一点气息 就感觉神清气爽 方寒捏着这枚 酒窍丹丸 好像捏着金刚钻一样 想想 是不是应该一口吞一下 不过想了半天 他还是并没有吞浮 药可不能乱吃啊 那些方家子弟 每天吞服养生的药物 都是按时按量 斟酌又斟酌的 方寒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 就算是灵丹妙药 也要服用得当 不然会受到损害的 这位大人物 你的尸体被我捡到了 我要埋葬你 入土为安 这两件东西 也是对我的报酬 咱们两不相欠 方寒把酒窍金丹 重新放入盒子里 对这句死尸说 一边说话 一边七手八脚 拖起了尸体 哪知道这一栋尸体 尸体竟猛然一下坐下 神通秘境 果然非同小可 羽化门不愧是天下先到 十大门派之一 方寒也不愧是其中的杰出弟子 看来天下又多了一位强者 只是看你能不能以神通之道 就得长生秘境 神通秘境 百年之后也终究是要死的 踏入那长生秘境 才是真正的超脱呀 诈尸 不对 传门中僵尸是不会说话的 这光天化日的 僵尸也不会出来 是你救了我吗 这尸体听见动静转了过来 就看见方寒眼神一沉 原来你还活着呀 方寒定了定神 镇定道 想不到你这么镇定 看你的穿着打扮 是一名奴才吧 一般奴才发现我之后 都会去报官 要知道 如果把我报官 能得到千两赏银 尸体眼神阴冷 语气飘忽 似乎在看方寒的反应 如果稍有不对 立下毒手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得到了赏银 被人惦记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在你身上找到两件宝卧 门声发大才算是王道啊 不过你竟然还活着 这两件宝卧就还给你了 方寒把手里的酒窍金丹 交服黄泉图拿出来 他在方府当奴才 最重要的是察言观色 否则得罪了主人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眼前这个人显然是一个奇人 只怕反掌监就可以取自己的性命 门声发大才才是王道 这句话说得好 我白海禅感同身受 你是哪个府里的奴才啊 白海禅想起自己 得到酒窍金丹 交付黄泉图 因为偶尔泄露了消息 被人追杀 龙元省 方家的奴才 方家的奴才吗 白海禅脸色一沉 随后又缓和过来 看了看四周的地面 想必你也是一个 不甘心做奴才的人 所以才在这里 偷偷地修炼武功 你这地面上的脚印 是方家的练力方法 偷学的吧 一个奴才 偷学武功 犯了禁忌 想必你也是个不安分的人 这人好厉害啊 就这随便一看 就知道这么多 方寒感觉 自己在白海禅眼里 居然没有一丝秘密 不安分好 不安分好啊 方家的奴才 神通秘境的方清雪 白海禅的脸上 现出了冷笑 她的脸上交呼一片 这一冷笑 分外争鸣 如厉鬼一般 你一个奴才 无前无事 想修炼武功 出人头地 那是不可能的 锻炼肉身 得如山如海的银子 花出去 调理身体 不过你碰到了我 也算是你的幸运 我给你出人头地的机会 只要你答应我 做几件事情 你怎么够机会 这一枚九俏金丹 有不可思议的能力 可以助你脱胎换骨 易扫你身体的虚弱 给你打下任何人 都不能比你的扎实根基 我在传授你上乘武功 你必定会突飞猛进 至于能不能踏入神通秘境 那就看你本身的机缘了 神通秘境 你能够帮我修炼到 神通秘境 第五集 拜师 你是说 能够帮我修炼到神通秘境 哦 你也知道神通秘境 看来你偷学不少东西啊 白海禅再次对方寒刮目相看 偷学到哪儿一眼 我还知道 肉身有十种境界 第十种境界为神变 肉身修炼到极点 大脑有强大的体魄支持 就会产生出法力 凭借法力修成种种神通 方寒把从聚灵手那儿 听到的东西一五一十地复述出来 不错 人的一身脑是最为神秘的器官 任何武功修炼都修炼不到大脑 这是神通的源泉 我要你做的事情呢 也没有什么别的 先拜我为师 然后你修炼有成之后 第一是在方家寻找机会 加入羽化门 一定要学到羽化飞生经 第二是杀了方清雪 羽化门 方家大小姐 方清雪 方寒再次震惊 他知道 方家的祖先 是传说之中羽化门仙人的一名弟子 在百年前 随大骊太祖扫平天下 而方家大小姐方清雪 一直在羽化门学艺 修的是神仙之道 不过加入羽化门 似乎并不出人头地 王后将相宁有种祸 不如出人头地 可以执掌乾坤 也削平天下 为皇为帝 方寒麻着胆子 嘴里吐出了大逆不道的话 他知道 面对白海禅这等欺人 越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 越是能够得到对方的赏识 你就这等见识 到底还是凡人一个 哪知道 白海禅听到他这个话 反而是冷笑 想真正的出人头地 是修炼到神通秘境之后的长生秘境 为仙道十大门派的掌教 掌握一教 微趁还宇 万国朝贡 白海禅似乎是看穿了方寒心中的想法 大骊王朝 虽然疆域广大 人口亿万 其实在仙道十大门派眼中 也不过是一个凡物而已 想磨到无上磨地 仙天大帝如果心念一动 对大骊王朝不满 随时可以把整个大骊王朝灭绝一百次 仙天大帝手下弟子掌握的波越王朝 大孙王朝 大使王朝 等数十个王朝 哪一个王朝的土地 都不在大骊王朝之下 天下居然有这么多王朝 仙天大帝是什么人物 居然敢称帝 方寒彻彻底底的震惊了 他在方家为奴 眼见也算不错 但也知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以为整个天下都是大骊王朝的 却不知道 天下居然还有这么多的王朝 国家 那整个世界得有多大呀 白海禅看着方寒的眼神 就好像看一个傻子 天下大着呢 天上也大着呢 虚空也大着呢 心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我不得不帮你开一开眼界 仙天大帝是魔道的无上魔帝 和仙道十大门派鼎立 万寿万年 大骊王朝的皇帝号称万岁 其实他能够活过万岁吗 而仙天大帝就能够活过万岁 仙道十大门派 哪一个修炼到神通秘境的弟子 来到大骊王朝 那些王公贵族都得奉为上宾 生怕招待不周 这次方清雪修炼到了神通秘境 只怕立刻就要被大骊王朝 封为公主 死命笼络 我得到的这幅交幅黄泉图 也只是魔道大帝 黄泉大帝成仙之后 在黄泉山遗留下来的一件法宝 威力无穷 如果踏入神通秘境 就能够真正接触到这些东西 也就踏入了仙道的世界 不踏入神通秘境 就一辈子在王朝之中私混 做个磕头虫吧 可惜啊 可惜 我有希望踏入神通秘境 但是却功亏一篑 好了 这些都是给你开眼界的东西 你真正要接触到这些东西 那还得依靠方家 进入羽化门再说 行了 说那么多 你先再拜师吧 我没多少时间了 时间不多 方寒正听得神痴八方 外面的世界居然这样精彩 不错 我中了方清雪一记紫电阴雷刀 全身生机断绝 最多只能活上一小会 这紫电阴雷刀 乃是羽化门八大神通之一 运用自身法力 采集各种雷电 真火 五行精气 杀伤力极大 白海禅喘息了一口气 刚刚是九窍金丹的药力 让我清醒过来 九窍金丹能恢复你的伤势 九窍金丹乃是天下第一 固本培员的药物 我如果在没有受伤之前 服用这药 就会踏入神通秘境 乃是现在 不行了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方寒没有半点犹豫地败下去了 这是自己的一个大好机会 不败白不败 看见方寒一连磕了三个头之后 白海禅点点头 好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群星门的一名弟子 群星门乃是和羽化门并肩的仙道石门 为师也是其中一名弟子 这次为师偶尔在黄泉山 得到九窍金丹和交服黄泉图 回去要献给门派 就会成为真传弟子 原来是这样 我倒是得到了九窍金丹之后 为什么不服用 原来是献给门派之后 好处更多 看来我日后 有了好处就要吞下去 不要想以后怎么怎么样 吞到自己肚子里的好处 才是真好处 既然师父你是群星门的弟子 为什么不叫我把这个金丹 宝图送到群星门去 此去群星门 万里迢迢 不在大离国土境内 你能够到达那儿吗 更何况 我们群星门弟子众多 人人都想得到 真传弟子的身份 你只怕一去 东西就被抢夺 所以 我先让你接近方清雪 让你进入羽化门 然后在羽化门生存下去 实力强大了 再把羽化门的真经偷出来 献给我们群星门长教 如此大的功劳 到时候 掌教会念及我的功劳 以无上法力 抢我回声 也说不定 你也功劳盖世 我在方家 不过是一个养马的小奴 不可能得到大小姐的赏识 九窍金丹就可以 九窍金丹可以改变你全身的体质 让你全身气血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骨髓炼化 使得你成为良才美玉 别人看不出来 方清雪已经把神通 修炼到三重原刚境 肯定能够看出 你的根骨与众不同 白海禅似乎已经想到了 一个完全妥当的主意 神通三境 原刚境 那是什么 方寒又抓到了一些修炼的痕迹 肉身有十重境界 踏入神通秘境之后 也有十重境界 最后神通修炼到十重极致 就可以逆转生死 踏入长生秘境 千年不坏 随意变化 低血重生 这个时候 就是真正的 环宇之中的霸主 天地之间的真主 能够踏入长生秘境的 只有十大门派的长教 还有博门大帝 等一些不出世的人物 和我们不是一个层次 我们只是蝼蚁 而他们 是笑傲长空的大鹏 神通秘境的十重境界 我也无法为你一一细说 总之 你现在最为重要的 就是照我说的话去做 白海禅说话之间 气息越来越粗 似乎是刚才消耗了 大量体力精神 感觉到自己快不行了 他突然出手 爽 方寒只感觉 对方长长的指甲 清黑之色 如刀如刃 锋利无比 竟然直接把自己的 心口的衣服给撕裂 然后指甲 伸入了自己的皮肉中 扣出血出来 糟了 他要挖我的心脏 第六集 九翘金丹 可惜呀可惜 我全身已经被烧焦 血液不流通 这枚金丹哪 别意你了 说话去 他把九翘金丹一按 竟然生生地把这枚金丹 从方寒心口滑出的口子中 按下去 一下子缝合在血肉里 九翘金丹的使用方法 不是吞服 也不是外敷 就算吞服下去 他也不会消化 还会原原本本地拉出来 唯一使用他的方法 就是从心脏处 开一个空洞 把它缝合进去 然后借助心脏血液循环的力量 不断地冲刷他 他的药力 就会不断地融入血液之中 最好把血液重新换过一遍 从而发毛洗髓 脱胎换骨 到时候 你修炼任何武功 都是一日千里 这是疼 放寒心口的皮肉被指甲戳开 痛不欲生 咬牙忍住 不过随后 就苦尽甘来 那酒窍金丹 一缝合进心脏口出的血肉中 顿时就药力开始发散 那被划开的皮肉 就开始凝裂 鞋也止住了 最后只剩下了 一条淡淡的红痕 随后 他全身无比地清凉 嘴唇之中 不停地分泌着香甜的精液 咕咚咕咚 吞服到肚嘴 不停地臭气 从全身毛孔中散发出来 他赶紧到河边索性洗了个澡 顿时全身清爽 呼吸之间到处是香气 尤其是 他感到自己多了心脏似的 每一次呼吸 心脏口都连跳两下 每跳一下 自己的力量 都似乎是增强了一份 那酒窍金丹 就好像是一颗更为强大的心脏 辅助了原来的心脏做血液循环 身体一好 他感觉到了 自己的头脑无比清醒起来 今天的遭遇一下子都融会贯通了 许多奇思妙想也都涌现出来 就好像是一个傻瓜突然开了窍 变得聪明起来 果然是身体越好 头脑越清醒 强壮的体魄能够滋养头脑 激发出神通来 方寒再次验证了 自己偷学到的武功理论 别高兴得太早了 你现在只不过是弥补了 你原来身体的缺憾而已 要把肉身境界修炼到巅峰 还得慢慢来 不过比起别人走得更快罢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可以进行大强度的锻炼 都有充足的营养跟得上 坐下来吧 我把我的武功启兴权交给你 还有交付黄泉图的一些故事 方寒也就静静地坐下 听着白海禅解说着 渐入佳境 但是白海禅的声音 却越来越虚弱 讲到最后 我群星闻得各种拳法 是以天上群星轨迹 创造出种种拳法 以肉身沟通天地 顾本陪缘 达到神童秘境 你要始终记住这个 多多注意 天星轨迹 突然 他的身体再次僵硬 记住 一定要到羽化门去 偷到羽化飞升经 先给掌门 到时候 你我都有天大好处 还有把我的身体悄悄入土埋葬 千万不要火化 保留全尸 日后你得了大功劳 就能够请求掌教一个条件 替为师重生 如果为师实体存怀 就不能重生了 切切切切 说完之后 白海辰身体突然一映 气息完全断绝 就这样死去了 师父 师父 看见白海辰倒在了地上 凤寒一连呼唤了几声 都没有丝毫生气 他也没料到 这位临时的师父 说死就死 来得快 去得也快 虽然两人相聚 还不到一个时辰 但毕竟白海辰 教授了自己不少东西 而且还开拓了自己的眼界 使得自己知道 天地之间 原来这么精彩 自己心中的至尊万岁 一国一皇 一朝一代 亿万黎民 都不过是 仙道门派手中的 玩物 因为让自己明白了 天地间的真相 所以 对这位不到一个时辰的师父 凡寒心中还是有些感情的 不过白海辰要自己做的事情 却非常艰难 去偷羽化门的羽化飞生经 献给群星门掌教 换的大功了 然后让群星门掌教 去复活他 仙道石门的掌教 危战还宇 扭转乾坤 各个都有谈指尖灭国 灭朝代的实力 能力不朽 威能无量 要去偷他们的东西 谈何容易 一个小小的真传弟子 都能把自己打得灰飞烟灭 不管怎么样 先把师父埋了吧 免得被方家发现 否则牵连到我 我也就死了 但是肉侍念到 石冲神变高手的境界 一身钢筋铁骨 埋葬了也不会腐烂的 倒是不用担心尸体损坏 方寒把白海禅的尸体藏好 然后寻找了锄头 秘密在河边掘了一个大洞 埋葬掉 白海禅那件暗金色大袍子 是一件金蚕衣制成的宝衣 刀枪不入 水火不侵 正好完全包裹住尸体 不被清洗 做完好这一切 方寒总算松了口气 忙活完之后 日上三竿 已经是晌午时分了 短短一个上午 方寒对于世界的认识 自己的身体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不是他明显感觉到 自己心脏处 不断传来一股股热流 还要手上那幅 交服黄泉图 来表明自己的奇遇 都以为自己这是一场梦 交服黄泉图 是磨门磨地 黄泉大地的遗留之物 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宝物 不过 方寒现在却不会运用的 甚至连白海禅都不知其中的奥秘 暂时也只能收藏起来了 夜深人静 静悄悄无人 起 一块三十斤的青色大石头 被方寒双手举起 然后他不停地下蹲 下蹲到极限后猛然起跳 好像青蛙一般 这是方家的一种练力方法 金蝉跳水 可以极大锻炼身体力量 但是要消耗很大体力 很容易扭伤筋骨造成伤残的 不是养生养得极好的人 根本不能用这种方法练习 方寒本来也不敢贸然练习这种力量 但是脱胎换骨之后 九翘金丹在心脏不断地被血液冲刷 根本不畏惧任何大强度的训练 那九翘金丹被他收藏在心口处 一运动 他就感到了药气和身体的热气结合 使得伤痛玄无 全身好像泡在温水之中 口鼻中都是清香 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方寒不停地跳跃着 每当他感到精疲力尽的时候 那心脏口的九翘金丹就生出一股热力 滋润至身体的每一寸筋肉 挑完数百下 方寒咬了牙齿 绝不停留 又开始疯狂用拳头 击杀坚硬的石头 砰砰砰砰 方寒的拳头 不停地砸在一块山石上 一拳又一拳 凶猛爆裂 就好像疯牛一般 血肉横飞 骨筋咔嚓咔嚓作响 似乎要被打碎了 剧烈的疼痛 钻心的疼痛 使他快要昏死过去 但是他咬牙死死地挺住了 受伤模糊的血肉之后 他用飞起左右脚狠狠地踢击 砰砰砰砰砰 腿踢在石头上 全部都是肿胀 无倾皮开肉绽 再用身体撞击 全身各个部位 背 膀子 腰腹 胸脖子 碰撞坚硬的石头 打着遍体鳞伤 这些训练完成之后 方寒要不顾自己的身体伤势 狠狠地跳跃到了漆黑的河水 不停地游泳 在中间的漩涡激流中搏斗 用尽一切方法 高强度地训练 摧残自己的身体 方寒现在所进行的 绝对是魔鬼一般的训练 随着自己的训练强度越来越大 总有一天 心脏口那枚九壳金丹 全部融化 到那时候 他的身体就会真正强悍到 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一天 两天 三天 方寒每天晚上大部分时间 都用魔鬼式的高强度地训练 来摧残自己的身体 从而催动自己的生机 激发九壳金丹的药力 渐渐地 他的身体越来越强壮 原来有些干瘦的肌肉 也丰满了起来 紧密结实 四肢柔韧而有力量 不过从表面上看去 他就是比以前长得结实了一些 但是他自己知道 筋肉骨骼的紧密程度 都大了许多 体重足足增加了二三十斤 一百斤 一个月之后 方寒足足背负起了一百斤的大石头 随后 他把那块一百斤大石头往上一丢 足足丢出两三人高 呼啸砸落下来 双手一举 全身筋骨咯吱咯吱作响 居然把那块石头又给硬生生地接住 嗨 断 一声低吼 方寒一手托住百斤大石 另一只手狠狠一拳 砸在一根顽口粗的小树上 顿时 这树立刻木质断裂 被生生地打裂 把百斤大石一丢 方寒站立当场 身体昂然而立 竟然隐隐约约显出几分气势来 不再是原来那种低下的奴仆模样 到了这一刻 他终于完成了力量训练 全身四肢腰腹每一寸地方都锻炼到位了 我已经达到了练力竞技的极限 也就是说 我跨入了肉身境第三种 招式的境界 可以修炼偷下来的招式 松和万寿拳了 还要锻炼七星拳的各种招式 而且我的身体素质 比起方家核心弟子 都要足足强悍一倍 我的力量比他们大得多 修炼招式也肯定比他们的威力更大 方寒捏着拳头 骨筋噼里啪啦响动着 声音之中充满了自信 同样是完成力量训练的方家核心弟子 和现在的方寒也不能够比较 因为吃的东西不同 他们吃人参燕窝 而方寒吃的 则是九窍金丹 接下来 修炼各种招式 把全身上下的力量都串联起来 那不知会凶猛到何等程度 看着天上的星辰 方寒盘膝坐下来 急目眺望 观察着星象运行的轨迹 理解领悟白海禅所说的 七星拳术的各种招式 他的肉身修炼突飞猛进着 九窍金丹在心脏部位 被血液冲刷的缓缓运转 激发出了更为强大的要力 与此同时 战地千亩 奢华非常的方家内府之中 以紫电阴雷刀 轰杀白海禅的方家大小姐方清雪 正静静地坐着 他的身边是一个威严极重 尖宽榜厚的中年人 这中年人正是方家的家主 现在的龙元省总督 方泽涛 也是方清雪的父亲 修炼到肉身十重神变之境 以他现在的年纪 不是壮严 肉身也开始缓慢地衰老 往后只会越来越退化 除非得到什么不适出的奇药 否则只会后退 不会再进步了 此时他在方清雪面前 也没有多少父亲的威严了 毕竟他的这位女儿 乃是神通秘境的绝世强者 父亲 我已经成为了羽化门的真传弟子 长教在羽化仙山 赐了我一个独立的山峰行宫 我得带一批忠心的家奴 去打扫宫殿 烧火刊单 打理花草 喂养灵兽 清雪 你真的成为了羽化门的真传弟子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下我们方家地位稳固 就算是皇上 也得竭力拉拢你啊 带忠心的奴才去 没有什么 你随便挑选就是 方泽涛惊喜 他知道真传弟子是什么分量 方家祖先 都不是羽化门的真传弟子 只不过是一个外门弟子罢了 还有 门派中的天行长老 因为我成为真传弟子 所以给了我几个外门弟子的名额 这也是难得的机会 我会选几个家族中的 核心弟子过去 外门弟子的名额 方泽涛倒抽了口良气 总督大人 大小姐 朝廷册封大小姐为公主的圣旨到了 就在门口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传来声音 知道了 让圣旨等着吧 我现在有事情 让圣旨等一会儿 这样不好吧 是不是 看见自己的女儿 方清雪对圣旨这样的态度 方泽涛迟疑了一下 无妨 世俗凡人中的事情 我不想多接触 而且我天性喜静 不喜热闹 把那传圣旨的人 圣旨的事情 就交给家里处理就好 我会在家里 清静地待上几天 看看家族弟子之中 有哪些可堪造就的 指点一二 父亲 你也不要太最心诠释了 多多休养 说不定 有机会突破神通秘境呢 本来圣旨到了 册封你为公主的事情 我们方家得好好热闹一下 但是你喜静不喜动 那就低调处理了 还有 你那羽化仙山的行宫 要哪些奴仆啊 父亲帮你安排一些 可靠的 忠心的 好吧 方清雪微微闭上了眼睛 这一个月 都没有发现 白海蝉的影子 难道他在伤势沉重之下 服用了九俏金丹 伤势痊愈逃走了 这位天之娇女 威震还宇的仙道石门 羽化门真传弟子 陷入了沉思之中 在他沉思之时 他的头顶上 隐隐约约献出了许多紫颜色的电丝 气流 好像凝结成仙鹤 龙蛇奔马 等等有灵性的东西 这显然是神通秘境之中 一个极其强大的静境 还差一点 就可以从神通三重境界 缘刚境 突破到四重阴阳境 把自身法力刚气 炼成的阴阳调和 富有灵性 这一重境界非同小可 也只有刚气有灵性 才能够到达神通五重 天人境 以自身神通 沟通天地脉络 布置下各种各样的大阵 威力无穷 现在门派之中 几位长老也就是天人境 可惜 本来这次我得到了 交付黄泉图 可以炼花 借助这神徒之力 一举踏破神通五重天人境 甚至还追溯其上 凝聚神通种子 化成神通法相 可惜功亏一亏啊 检查着自身法力 神通境界 方清学显现出了 极其高明的境界 和对仙道的认识 第八集 突飞猛进 脚踏七星 又是一个夜晚 正是寒星四射的时候 方寒在河边 看着星辰运转的轨迹 身体全身筋肉涌动 如群星连绵 大河奔涌 一步脚踏七星 抢夺而去 刷刷刷七步 穿梭而过 随后抱起一脚 魁星踢抖 一奔一踢 一站 腿进撕裂空气 发出了一种 撕心裂肺的声音 远远传递出去 极其犀利 一根顽口秃的硬木树 被啪的一下踢断 随后方寒再次踢出十三腿 顿着时间 全身上下腿影翻飞 拌入力刀大骨 狠狠劈在周围的树木上 那些树木 全部都被踢断了 李连踢断了十四根树木 气不喘 脸不红 一收拳 脚下泥沙被缠下来 左手画了一个圆圆的圈子 右手画了一个正正的方形 停留下来 脚下扎根 如一株千年老松树 根狠狠地盘扎进岩石中 一动不动 坚韧不拔 左手画圆 右手画方 刚柔并济 想不到三天晚上 却能够把招式练得纯属 踏入四种刚柔之境界 九俏金丹 果然是给我打了扎实的基础 看来 我突破第五重神力 也不远了 心口之中 传来九俏金丹的药力 热流香气随着血液 流遍全身 刚刚因为双腿 踢断树木的疼痛 被这热流一转 立刻就恢复了 方寒在一个月 魔鬼式的练习训练中 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现在 三天修炼招式 立刻就练得纯属无比 把七星拳中的脚踏七星 魁星踢斗 两大杀招锻炼的炉火春青 杀伤力极大 群星门的七星拳 招式并不多 但是招招都蕴含着天星轨迹 肉身结构的玄妙 脚踏七星乃是玄傲步法 魁星踢斗乃是踢杀敌人的 灵力颓法 方寒一一练成 到达四重刚柔境界 那些方家核心子弟 要到达刚柔境界 最起码要三五年的时间 日夜苦练 这还是速度快的 但是方寒短短三个月 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感觉到自己一天比一天强大 方寒心满意足地摸黑回家休息了 刚刚睡了一个时辰 三更十分 突然 方寒就感觉到外面开始骚动起来 随后 自己的房门被拍得喷喷作响 他连忙一个翻身爬起来 打开门发现是马场的大总管 总管 什么事啊 三更半夜的叫我 快快快 今天早上 二小姐要出远门 你把千里雪牵上 随着二小姐出门 啊 去哪儿啊 问这么多干什么 主人的事情 咱们做奴才 只贴吩咐就是了 难道你又想挨二 瞧下了鞭子啊 大总管一边训斥着 一边急急忙忙地 朝远处走去 方寒也不敢怠慢 夺门而出 虽然他得到了奇遇 但毕竟修为还浅薄 根本没有任何实力 不做奴才 更何况 他还要依靠方家的势力 进入羽化门 传说中的仙道石门 神仙居所 他心中也是十分好奇的 跑到马厩中 把千里雪给牵出来 随后 方寒就来到 方家府邸正门的广场上 方家 那是龙渊第一世家 府邸门前的广场 修得是巍峨凛然 树石牌石狮子 老虎 皮鞦 骑林 外方的那儿 看守门户 巍峨无比 人站在广场上 显得十分的渺小 万而生未的情绪 油然而生 此时的广场上 站了不少的奴仆 还有护卫 一辆辆的马车 在上面装载着 各种金银珠宝 许许多多的全身铠甲 精壮无比的武士 还有奴婢也都站立着 这些人众星捧月一般 搓拥着几个方家主要人物 从门口中走出来 方寒的眼神一眼就看见了 其中一个身穿白色衣服 冰清玉洁 不似凡人的女子 在其中 这个女子一出来 全部的人都为之失色 天地好像变了仙境 到处都带着一股 出尘的气息 所有的人都消失了 只剩这个女子了 这个女子的气质 深深应刻在人们的心中 执月中仙女 还是龙宫龙女啊 方寒心中凛然 他知道 这就是方家的大小姐 方清雪 同时是羽化门的真传弟子 修得神通秘境 杀死白海禅的绝世高手 原本他以为 能够杀死白海禅的 方家大小姐 肯定是强横无比 气质伶俐 煞气滔天 令人不可逼世 却没想到 居然是这样的出尘清淡 如烟云一般飘渺 从外表气质上看 这方清雪 没有一点高手的灵力 而是绝世家人的飘然 好像诗词中的仙子 修炼到神通秘境的人 都有一种气质 白海禅师父说得不错呀 方寒看了一下 想起白海禅的话 脸忙低下头去 但是 方清雪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 一双仙木朝这里望了过来 目光远远地把方寒扫了眼 清薇 那个牵着千里雪的奴仆 叫什么名字 方清雪扫过方寒后 收回目光 微微问着身边的二小姐 方清薇 只是一眼 方寒就引起了方清雪的注意 这是给我摇马的奴才 叫做方寒 办事倒是可靠 从来没有苛扣任何马良的行为 不过 上次因为耽搁我打猎 我赏了他石鞭子 然后赏了无量银子 是吗 方清雪沉思了一会儿 谁也不知道这位天之娇女在想什么 这次我带你们到羽化仙山去 山中虽然是仙境 但毕竟没有大成方便 带些奴仆照料是必然的 这方寒既然办事可靠 那就把他带上吧 养马养得好 那以后也可以换养灵兽 好了 咱们走吧 一声令下 坊家的数百名奴仆 几十辆马车浩浩荡荡 开动起来 果然啊 白海禅师父说得不错 只要我在人群中 大小姐方清只要一眼 就能看出我的不寻常之处 不过 如果他发现我服用了九桥金丹的话 只怕立刻就会让我死吧 能不能隐瞒他过去 方寒虽然没有听见 大小姐方清雪和方清威的对话 但心中知道 方清雪注意到了自己 一边牵着千里雪 一边随着队伍走着 方寒心中不断地思索着 是福还是货 第九集 刚柔 又是一个夜晚 方家队伍来到龙渊省边缘的一座县城中 数百人都歇息下来 以待明天继续赶路 半夜三更 方寒把豆浆磨好 煮沸之后喂马喝了 再喂上鸡蛋肉粉 让千里雪吃得饱饱的 才伺候弯马 便偷偷摸摸地出去了 到达了旷野无人之处 拉开架势 一五一十地练拳 这次 他练的不是七星拳 而是偷下来的松鹤万寿拳 鹤爪一杀 冰鹤守眉 仙鹤斗铃 鹤武长弓 松鹤延年 把这五招一一施展出来 动如鹤 井如松 松鹤万寿拳和七星拳一样 都是一种极其高明的炼体招式 不过七星拳霸道威猛 看那两招脚踏七星奎星踢斗就知道 羽化门群星门 两大门派的风格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方寒心中细细地比较着 他自从心脏口 有一枚九窍金丹之后 肉体强大 头脑也分外聪明起来 开发了智慧 反应敏捷 思维灵活 学习武功也是相得益彰 一遍一遍打着松鹤万寿拳 心里则想着七星拳 恍呼间 方寒觉得两种拳法 一嫩一外 风格如同水火交融 全身的筋肉不停地搏发着 心脏口血液流动 催动得九窍金丹滴溜溜旋转 强大的要力 再次输送向全身 轰 七星拳的霸道风格 和松鹤万寿拳的逍遥风格 被九窍金丹强行融合在了一起 一瞬间 血液在全身循环了九遍 心脏的跳动缓慢下来 比起以前足足缓慢了一倍 但是更为强大 半如铁唇一般 坚实有力了 居然踏入第五层 神力境了 方寒知道 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是表明了 踏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肉身五重神力的境界 最为典型的体现就是 心脏跳动速度缓慢下来 生机绵绵 强大无比 还没来得及感受 神力境界的种种好处 方寒突然感觉自己胸口一动 那枚九窍金丹 在自己身体发生变化时 忽然向内钻进去 钻到心脏的正中央停留下来 更加隐蔽 以前九窍金丹 就缝合在胸口处 但是现在 随着心脏突然缓慢 竟然被血液的压力 吸到了心脏的深处 这样一来 就更不容易被人发现 鹤爪一上 忽然一抓 朝立根大树抓去 方寒屋只如鹤爪 竟然一下把大树的树皮 树干上扣了一大块树木下来 威力再次增长 方寒不断地发挥着自己的肉身神力 随意躲闪 跳跃奔跑 一个标步 前进十多尺 身体再一拉 缩了回来 全身上下随意运动 但却灵力凶猛 速度极快 如猛虎猎豹一般 实际上 肉身练到了神力的境界 力如奔马 凌如猿猴 爪如虎豹 使人行凶器 方寒有些核心弟子 都没有练到这种境界 松赫万寿全练得不错呀 你偷学了很长时间了吧 就在这时 突然一个声音 从方寒身后传来 果然来了 方寒心中一震 虽然早就料到 有这个事情会发生 但事情发生了 仍然是心中忐忑 转过身来 自己身后不远处的月下 正站着一位 白衣的绝世佳人 正是方清雪 大小姐 方寒立刻显出了 手足无措的样子 好像一个偷东西的贼 被抓了个现行一般 想立刻就跑 但是又犹豫着 这是在他心里 演练了无数遍的 现在一下施展出来 演技为妙为笑 愣了大约几个呼吸 扑通 方寒双膝一沉 朝着方清雪跪下去 嚎啕哭哭起来 大小姐饶命 大小姐饶命啊 奴才是偶尔看到 实在是忍不住 就练起来了 大小姐恕罪啊 这还不错 方清雪看见方寒的反应 眼神微微一动 淡然说 你还知道为罪啊 这会儿如果你立刻就跑 下场就跟远处的那块石头 差不多了 说话间 方清雪手指一挑 噗 一道紫色精亮的闪电刀芒 闪烁而过 前步之外 一块一人多高的山石 在这闪电刀芒之下 立刻被削成两半 这就是羽化门的紫电阴雷刀嘛 白海禅师父 就死在这一神童之下 果然是千军万马 无颗匹敌啊 感觉到了空气中强大的电流 使自己的皮毛都站立起来 方寒心中也真是惊骇 他头一次看到 神通秘境高手的威力 如果是肉身竞技的人 就算是神变高手 面对朝廷的千军万马围攻 也要死翘翘 毕竟肉身力量有限 但是神通秘境的高手 炼气成芒 控电控火 浑身不刚 沸腾变化 凡人根本奈何不了 他终于明白了 神通秘境的高手 为什么超然于物外 和凡人不同了 他把头埋得更低了 似乎是被吓傻了 大小姐 饶命啊 我什么时候 也能太入神通秘境啊 能够和大小姐平起平坐 白海禅师父要我杀他 谈何容颜 起来吧 方清雪清淡的语气传来 这位绝代佳人 神通高手 似乎永远说话都是一个语调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好像已经把喜奴哀乐 都炼没了 有的 只是一种追求长生仙道 慢慢求索的坦然 清淡 过了一小关 听到这话 方寒心中一松 却并没有起来 而是继续跪在地上 忠心耿耿说 奴才 助成大错 继续跪着赎罪的好 大小姐请训话 请责访 这是在表中心了 按照道理 你是不可能修炼到了肉身净神力的境界 是不是去过什么灵丹妙药啊 方清雪似乎是被方寒的表中心感染 语气又缓和了一些 是啊 奴才在五年前到龙原河里清洗马 突然间电闪雷鸣 一条长脚的大蛇从河里翻腾出来 把奴才给吓坏了 但是随后 那条大蛇被雷电一下给劈死了 奴才好奇 把那大蛇宗河里捞起来 一个人煮了吃了 吃了好多甜 还吃了蛇胆 说来也奇怪 那条蛇的蛇胆 红彤彤 硬得跟石头一样 我煮了一下午 才把它煮化了 从那之后 奴才的身体就越来越好 于是动了偷血武功的心思 奴才最开万死 方寒又扣了个头 他这一套言语 并不是胡编乱造的 而是白海禅告诉他的 独角魁蛇 百年前我方家祖先 是在龙原河里 杀了一条独角魁蛇 想不到却是一公一母两条 他眼睛的波光 微微瞄了一下 方寒的心脏 方寒就感觉心脏一缩 那九俏金丹 似乎也停止了运转 幸好方清雪没有细开 也幸亏 是刚才方寒练到了神力竞技 心脏骤然减慢了 把九俏金丹 吸到了最核心深处 又幸亏方清雪 被方寒的一话 分散了注意力 否则的话 九俏金丹的秘密 只怕会被发现 独角魁蛇的内胆 故本裴缘 乃是一种天生灵妖 服食之后力大无穷 你偷学了五年 居然能够练到神力境界 算是不错了 我们方家很多核心弟子 都没有你的机缘 看来你也是有运气的人 不过一枚独角魁蛇的内胆 把你提升到神力境界 已经是极限了 你以后还要继续修炼 必须还要有巨大的物质基础 你跟着我到羽化仙山去 替我喂养灵兽吧 说话之间 方清雪身体一飘 冉冉而去了 终于过关了 方寒确认方清雪走了 才站起来 缓了一口气 刚才的对话 可谓是生死一瞬间 想不到就这么过关了 方寒也想不到 大小姐方清雪 就这样询问几句 就放过自己了 不过 这也是意料之中 以我的身份 还有现在的实力 方清雪也没必要 问东问西的 的确啊 方寒现在无论是实力 还是身份 在羽化门真传弟子面前 都算不了什么 就算是王侯 圣旨 在方清雪的眼里 都一钱不值 方清雪也没必要 去刨根问底 当然 方清雪是不知道 方寒身上有九窍金丹 交服黄泉图 否则的话 天涯海角 方寒都难以逃脱的 放松下心情 方寒会去睡觉 这一觉 睡得特别安稳 还怀着希望 他心中的希望 就是见识一下 传说中的先到石门 羽化门到底是什么模样 接下来的日子里 除了赶路还是赶路 方家的庞大车队 人马 不停向了东方移动 穿过龙渊省 乌陵省 华阳省 太古省 九湖省等数个大省 形成数千里 一个月之后 终于来到一片连绵的群山之下 方清雪说 前面就是羽化仙山了 我羽化门的根基所在 方寒夹在了众多的奴仆中 一眼望去 只见无穷远处 那连绵的群山之中 到处都是插天高峰 笔直如箭 有的山峰之上开满鲜花 修建了许许多多的宫殿 无数条千丈瀑布 从山峰上倾泻下来 仿佛无数条玉龙一般 天空是蔚蓝蔚蓝的 如蓝水晶一般 永远没有一丝无语 艳阳高照 柔和明亮的阳光照耀下来 一尘不染 那些成千上百的山峰之上 松树盘根 枝叶球章 显出了太古的气息 更在那山峰的最深处 云雾飘渺之中 还隐隐约约 有巨大的天空之城 海市蜃楼一般漂浮着 让人以为是来到了仙界 方寒一眼望去 被这天空圣境一样的情景 给震得惊呆了 一种发自内心的震撼 油然而生 仙道 仙道 这就是仙道 果然是仙道石门 比起什么帝王将相的门帝 都要好太多了 我从小的愿望 还只是在大骊王朝的离京 做一个王侯 手握权柄 但是现在看来 那愿望是多么的可笑 方寒笑自己的浅显无知 就在一干人马来到 羽化仙山前的时候 仙鹤的长笑 直入云霄 此起彼伏 在一干人等惊讶的眼神中 远处七八个白点 如剑一般的穿梭过来 开始只是拳头大笑 等到了众人的天空之上 居然已经变成一只只 体型比牛还大的仙鹤 这些仙鹤都神俊一场 头上仙虹两翅扯开 掀起一团团的暴风 尤其是仙鹤两爪 如钢钩 可以洞穿金铁 更令人惊奇的是 这些仙鹤背上 都坐着一个个身穿羽衣的 年轻道人 仙鹤落下来 风暴更加剧烈了 翅膀煽动之间 大风如剑 人仰马翻 不好 方寒本来牵着千里雪 在前面 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落下 比牛还大的仙鹤 千里雪一下就受惊 发出长长的司鸣 不要命的狂奔 方寒飞奔上前 手臂一震 要把千里雪死死的 给拉住 不过 就在这一下之间 那几只仙鹤也要落下来 眼看着方寒和千里雪战马 就要撞到仙鹤之上 对 小小残人 来到仙山还横冲直撞 不要命了 仙鹤上一个年轻道人 看见这样的情况 目光一横 往仙鹤头上一拍 顿时庞大的仙鹤 双爪向下一抓 就把千里雪这匹宝马 狠狠地抓住 与此同时 另外一头 仙鹤上的年轻道人 手中多了一条 长长的乌金色鞭子 朝着方寒卷去 似乎要把他凌宫卷起 方寒连忙一个缩身 在地面翻过 躲过了鞭子的席卷 但是那批千里雪 却被仙鹤的爪子 在马背上 抓了几个血淋淋的洞 倒在地上痛苦挣扎 随后 这七八个 齐白鹤的年轻道人 真正地飞了下来 落到地面 先是拿眼睛扫射着 在场众人 神态高傲 就好像高高在上的神仙 看凡人一样 尤其是 他们的仙鹤 站立起来 比人足足高出两倍 如庞人大物 更增添了几分威势 你们这群凡人 为何来到羽化门仙山 你 给我过来 刚刚一鞭子 居然没卷到 方寒那个年轻人 目光微微寒冷 涌边指着方寒 你们是金师兄 手下的迎宾弟子吗 金师兄 就这样教你们迎客 就在这时 方清雪的声音 从后面一辆马车中传来 听到方清雪的声音 看着他从马车中走出来 这七八个齐鹤的年轻道人 脸色微微一变 随后语气变得恭敬 原来是新晋升 真传弟子的方师姐 方师姐 我们正式来迎接你的 不过 刚才你带来的家奴 横冲直撞 破坏了仙山的规矩 是啊方师姐 金师兄特地交代我们 让我们迎接你的时候 特地教授一下 师姐带来奴才 仙山的一些规矩 毕竟凡人来到仙山 要十分注意 不要触犯了什么禁忌 一口一个凡人 果然是仙道门派的 这七八个年轻道人 地位显然不如方清雪 而且没有修炼到神通秘境 否则就不会齐鹤 而是直接以法力 零空虚 欲气飞行 不过 就算是这样 他心中也是再次震撼着 齐鹤上天 这是何等的逍遥自在 不过方寒看不惯 他们的高高在上 看自己好像看蚂蚁的神态 这七八个年轻道人 是让他气势和聚灵手 方同相差不多 也许是肉身竟七八层的高手 得努力冲击神通秘境 好作万人之上 偷偷看着 七八个齐鹤的年轻道人 观摩气势 方寒心中猜测着他们的修为 我的人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教训了 方清雪眉头轻轻一皱 也不知是生气 还是因为麻烦 看来金师兄 对我晋升为真传弟子 很是不满啊 既然方师姐不愿意我们迎兵 那我们走吧 方师姐自己带着人 到仙山中去吧 我们已经进到了迎兵的义务 刚刚拿鞭子指着方寒的年轻道人 看见方清雪脸色不晒 立刻对其他人使了个眼色 就要跨上仙鹤飞走 慢着 方清雪冷冷一声 吐出两个字 你们这样骑鹤突如其来 惊吓了我的人 伤了我的马 就这样想一走了之 怎么 方师姐还要我们给赔偿不成 凡人凡马而已 几个年轻道人也是微微色变 不管是凡人还是凡马 都是我方清雪之物 你们伤了 就是挑战我 既然如此 我方清雪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拿命来填吧 方清雪站了一起来 身体刷了一下 悬浮在了空中 全身气流旋转 百衣飘飘 周身三丈之外 紫色电光霹雳啪啦的散动 闭逆天地 不容万物亵渎的气息 从他身上传达出来 这一刻 方寒就感觉到 方清雪好像一口锋芒毕露的宝剑 笔直竖立 连天都要刺个窟窿 大拇指一挑 一道刀芒阴雷横空扫闹 吞吐天地 激荡日月 请大电流贯穿虚空 斩杀一切 当场 拿着鞭子指着方寒那个年轻道人 就被此见阴雷刀轰击而中 发出凄厉的惨叫 全身当场燃烧起来 他身下的仙鹤感到了危险 刷了一下 震荡翅膀飞起 但方清雪依旧是不放过 再次一按 又是一道紫电阴雷刀芒轰杀过去 把这道仙鹤给直接击毙了 从天空中掉落下来 一人一鹤 瞬间被杀 不好 其他弟子也没料到 方清雪居然敢动手杀人 在羽化仙山面前杀人 杀自己人 他们都觉得极度危险 连盟齐鹤飞腾而起 方清雪 你敢杀我们 你不怕蒙贵了 金师兄那里你怎么交代 天行赵那里你怎么交代 真传弟子乃是掌教亲定 拥有生杀大权 你们冒犯我的威严 我若不杀你们 真传弟子威严何在 要怪就怪你们的金师兄 把你们送出来让我立威 下辈子投胎 眼光放亮一点吧 方清雪说话之间 语气依旧是淡淡的 再次弹指七次 七道电芒如龙如蛇 横扫当场 再次斩杀将剩余的 七人七鹤 住手